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晚安!我是Kenny Geek! 今天我非常開心 因為今天要介紹這首歌 我們可以說 茄子蛋 終於正式開啟了他們的浪子宇宙 那這首歌是茄子蛋在8月21號釋出的 他們即將要發行的這張專輯 我們以後要結婚中的第二波主打歌曲 即款詛咒多吉 那這部音樂錄影帶 延續了龍龍龍跟浪子回頭的故事劇情 成為了第三部這個故事的音樂作品 那我前面怎麼會說 他們正式開啟了他們的浪子宇宙呢? 那這樣 收文解字的時間開始喔 古人說啦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善也就代表多數跟很多的意思 所以不管之後有沒有新的音樂作品 來延續這個故事 那基本上這三部作品 就已經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故事劇情了 所以我們算是可以很肯定的說啦 茄子蛋基本上已經打造了一個 屬於他們自己的浪子宇宙的這個概念 那今天呢 我就幫大家來串聯一下這三部音樂作品 從開頭到結尾做一個總整理 然後在結束之前呢 我也順便來猜一下 如果之後還有新的作品的話 劇情走向大概會是怎麼樣子的發展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劇情的開始呢 我將這三部曲的唯一女主角楊靜 作為故事的開頭喔 可以看到呢 楊靜在這邊是大哥身旁的女人 但我們隨後可以看到的是 她在一個小小的犯錯之後 立即受到處罰 可以得知呢 她在這邊的處境 應該是屬於比較卑微的 而這首歌 極幻族走鬥驚的男主角古兵呢 先是一個餐廳服務生的角色登場 但馬上就變成了殺手大開殺戒 而楊靜也在這場槍戰中 被古兵帶回當成人質 其實我蠻開心可以看到這一首歌 加入了香港古惑宰的元素在裡面 因為前兩部作品呢 都是台灣比較在地的 Chi Togina的元素 這次就有點文化交流的感覺喔 那古兵將楊靜帶回後呢 發現了她身上有多處的傷疤 跟被施暴的痕跡 而古兵在接了楊靜一記耳光之後呢 還給了楊靜一模微笑 但最後還是將楊靜給安頓好了 而這裡呢 我覺得啦 應該是楊靜為了答謝她 沒有殺了自己 所以給了古兵自己身上唯一值錢的手肘 隨後呢 古兵就開始教導楊靜怎麼使用槍與認識槍 然而在這樣每天相處的過程中 兩人卻產生了情愫 對彼此有了好感 我有看到有網友說 楊靜可能是得了斯德哥爾魔陣候拳 才會最後愛上古兵 但另外一個說法是 楊靜可能也是想要對老大報仇 所以才讓古兵教她怎麼用槍 只是她沒有想到是 古兵原本的刺殺對象也包含了她 而古兵這裡把照片燒掉 或許是她希望一開始就沒有楊靜這個目標 而她現在心裡也算是完成了這個任務 那既然沒有殺了楊靜的打算 古兵很快的就幫她安排好接下來能夠安穩度過一生的地方 但在交界的途中 楊靜卻看到了她送給古兵的手肘 變成換取她自由的籌碼 當下她其實也意識到 從此再也無法見到古兵了 而我們龍流淚的男主角高傑同時也在此現身 安頓好楊靜的古兵 很快的就繼續她未完成的任務 我們稍後可以看到楊靜在船上哭得非常非常的傷心 肯定也是覺得在結束這麼痛苦的過去之後 享受幸福的時間卻意外的短暫吧 那這部MV在古兵舉起槍的那個瞬間就結束了 我們在MV結束之後呢 可以看到片尾有高傑帶著楊靜前往下一個地點的片段 而這個片段我只能說導演跟茄子蛋真的太厲害太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非常完美的銜接了龍流淚的開頭 在龍流淚一開始呢 我們可以看到高傑基本上已經將楊靜給安頓好了 而他在唱歌前所說的這句話 這首歌送給我心愛的 其實我們可以清楚知道說高傑此時對楊靜的愛慕之情 而楊靜看起來好像也算是接受吧 那基本上呢 兩個人在這裡的生活感覺起來蠻單純也蠻快樂的 隨後呢 我們可以從歌詞還有MV當中得知 高傑在這邊不只讓楊靜有了一個妻生之地 也幫他找好了一份簡單可以生活的工作 但是反觀高傑呢 他其實就還是一個浪子 每天喝酒賭博啊 生活也不是說過的多好 那在他又要拿錢出來繼續賭博的時候呢 出現了浪子回頭這首歌的男主角 吳彭鳳 這裡呢顯然他是高傑的好朋友 來勸他不要再繼續賭博了 那接著高傑來到吳彭鳳工作的市場 在這個時候他想起了楊靜對他說過的一句話 帶我走 他變覺醒般地開始跟著吳彭鳳一起工作 想過上正常的生活 讓自己真的有能力帶楊靜遠走高飛 對於高傑來說啦 我們看到的的確是愛情偉大的力量 能讓一個人說覺醒就覺醒 但是水能覆舟,一能載舟嘛 也不能想像後面劇情的發展 因為從楊靜的過去 可以知道說他懷念的還是那個曾經救過他一命的古兵 所以這裡呢他跟高傑說帶我走 或許是希望高傑能帶他去有古兵的地方吧 畢竟高傑算是他與古兵最後的橋梁 但高傑並不知道這段過去 因為他與楊靜真的能夠有結果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高傑算是已經把自己打力的很體驗了 也有收入能夠送楊靜的禮物 只是從此高傑卻再也沒有等到楊靜 而更難過的是 他隨後發現他送給楊靜的禮物 卻出現在別人的身上 我的看法是 楊靜知道他自己無法回應高傑相對的答案 也不想要直接拒絕高傑的好意 才會在轉送禮物後就此離開高傑 只是對高傑來說 這無疑是他人生中最絕望的時刻 一個浪子一生中沒過過什麼好的日子 在遇到愛 也因為愛而回頭後 才發現這全部都只是自己的一廂情願 或許是無法接受楊靜的拒絕 也或許是無法接受自己 怎麼會因為一個女人而落得這不田地 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 這種種的或許 都導致他最後選擇離開這個世界 但演員高傑呢 其實有親自在臉書回應這首歌的結局 他說啊 浪子誤以為心愛的女孩後悔變形 女孩誤會浪子食言 沒有出現到享樂地來履行承諾 帶他原奏告費 只是殊不知呢 浪子因為心碎惆悵 久最後呢 往後摘落海身亡了 其實在《季寬足週多金》 這首歌還沒有出來的時候 我的確也是覺得結局就是這個樣子 但我覺得這也就是 茄子誕與導演厲害的地方 有沒有前後劇情的連接呢 我們依然可以好好的 單獨欣賞這些作品 那這首歌呢 結束於高傑落海的那一刻 我們其實可以從歌詞裡面知道 他們在年輕的時候 都以為自己已經看破世俗空城 但是在遇到真愛的時候 卻得不到 才發現那些看破 都抵不過自己的真心 那在高傑離開之後呢 吳彭鳳獨自一人來到了KTV 唱著浪子回頭來懷念這個兄弟 那MV裡面年輕人的部分 我就不多作描述了 基本上呢 就是他與高傑年少輕狂的少年時期啦 其實不難想像一起長大的兄弟 離開了個心情 除了傷心難過啊 我想更多的感覺是 萬喜吧 曾經說好 帶著七小一起浪子回頭的願望 如今也無法實現了 只能點焰、喝酒、思念 但值得一提的是 導演最後讓年輕的他們 與吳彭鳳見面 或許是吳彭鳳想起 他們曾經也是那麼天不怕、地不怕 自以為很帥 所以回了一句 看領帥啦 作為結尾 那就基本上呢 就是這三部音樂作品的故事劇情啦 如果硬要歸一個時間線的話呢 大概就是 年少輕狂的小時候 長大之後呢 發生了楊靜跟古病的這個故事 後來呢 高潔遇到了楊靜 而愛上楊靜 但楊靜最後選擇離開 那高潔呢 絕望的最害 那吳彭鳳呢 傷心的回憶起 他與高潔的小時候的回憶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自己認為呢 如果有下一部音樂作品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是在古兵的故事上 就是為什麼他有這樣子的任務 為什麼他是殺手這個樣子 因為我覺得這是有一個套路的喔 就是我不是隨便亂想的 這我覺得啦 因為從浪子回頭 我們可以看到主角是楊靜 次要的主角是高潔 到了龍流任的時候呢 高潔變成主要的主角 那次要的主角的話 就是楊靜啦 那到了這款土豆豆精的時候 楊靜變成主要的主角 那次要的主角就是古兵 所以我覺得以這個邏輯這樣排下來的話 他們如果要再出下一部音樂作品 有可能會是注重在古兵的這個故事線 然後可能又會多出一個新角色 如果他們希望這個故事繼續拍下去 或是繼續延續下去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是這個樣子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我覺得每個人看 就是角度不一樣啦 但我覺得 聽歌嘛 開心就好 享受歌曲 有快樂到就好 那這首歌呢 就是來自茄子蛋 在他們即將要發行的專輯 我們以後要結婚中的第二波主打歌曲 這款足球豆精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天的分享喔 我們下次再見囉 See you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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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